接下来请收看 佛心花海 佛心花海 各位大德 各位爱花的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唐朝的欧阳瞻 他在春盘腹里面说 多是家人甲盘鱼而作地 书其秀以为真 丛林俱秀百慧真心 欧阳瞻在春盘腹里面 这一段简单的叙述里面 他标示也皆诸出 在唐朝的时候 就用盘来擦作花艺作品 所以我们也说唐朝是 中国插花 写景花 非常兴盛的一个时期 在欧阳站的春盘腹里面 也让我们感受到 当时的人就用盘来擦作 然后把各式各样美好的花草植物 都运用在盘上面 所以我们读读古人的古书 然后跟现代的花语做一个结合 各位阿华菩萨现在也可以看到 我今天用的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桃盘 这是一个很忧心的桃艺家 他创作的一个桃 那他在这个桃呢 他用的颜色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也没有特别的上用 那这样的桃呢 他会呈现出一种很纯朴自然的一种质感 但是桃艺家还是非常的用心 在这个盘四周的地方呢 制造出高高低低 然后坑坑洞洞的感觉 所以呢 他是一个更实际的 然后更接近自然的一种感受的一个花气 所以各位阿华菩萨可以从侧面看到 桃艺家在从做桃的时候 他的点点的用心 他弄了很多的孔洞 然后斑波凹凸不平的感觉 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盘 我们要怎么样去应用它 好 那这个葫芦竹呢 他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竹子 那葫芦竹是很重的 那我刚好在树冲的前面 种了一撮的葫芦竹 那剪下了一只 把它裁成三段 那就可以好好的去应用它 平常这个葫芦竹呢 一年世纪都很有风情 也很有特色 那首先我们把三只葫芦竹 做一些些的变化 那葫芦竹呢 他的这个应用的时候呢 需要有一些些的技巧的 那我先把这个葫芦竹的大小 做一个排列 我把它排列一下下 看一下它这个感觉 然后等一下呢 我把它做一个定姿 好那我们在那个 看这个葫芦竹的这个过程中呢 我刚刚把它做一个定姿 好那各位阿拉罗菩萨可以看到了 这个葫芦竹本身 它的这个肉质非常的肥厚 就是它很厚 所以它在固定的时候会比较不好固定 好那像这一只呢 我就用一个力量把它固定下去 但是这一只呢 我在旁边呢 我就有做了一个 像这样子的一个固定 我就运用这个 一个立刹 一个枝干站立起来 然后再运用铁丝呢 把它这样绑住 所以有时候在插花的时候呢 这个技巧的应用也是非常的重要 好那在这个插花插来的成都过程中呢 藉由这个竹林 我们就会想到苏东坡的诗 那苏氏呢 它有一首诗 它说 末天穿林打夜森 何妨迎笑且徐行 所以我们在一边插花的过程中 你会把中国古典的文学诗词 就涌现在心中 这样的一个诗的意境 它是很有内涵的 比如苏东坡在这首诗里面 它说 末天穿林打夜森 它是藉由竹林 竹叶的一种声音 其实它的意思告诉我们 就是说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呢 都有很多的 是是非非 红尘的一些干扰 但是呢 我们不要受到别人的干扰 它说 何妨迎笑且徐行 就是说 我们还是继续 很勇敢的往前走 所以在苏东坡的这个诗中呢 文学的意境中呢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修身修心的一个过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竹林的一种意境跟感觉呢 然后把它做一个表现 那各位阿花菩萨接下来 可以看到我用的这个画材呢 是 嗨黄羊 黄羊 那这个黄羊呢 我们把它做一些些的一个修正 因为呢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下 好 然后我们把它 让它有一点点 在那个下方的部分呢 有点交错 因为我不希望这个高度呢 它高过竹林的感觉 但是我们有在中国花艺的插花里面 有斜井七盆花里面 有一盆花我们称为 幽灵夹缝 幽灵夹缝 也就是幽灵之间的一个 空间的一个美 就是说 我们知道大自然呢 非常的 非常的美 然后在这个自然之中呢 它会有一条小径 那 那个小径常常都是我们穿越而过的地方 所以 不知道哪一位诗人曾经讲过一句话 它叫我们说要慢慢的走啊 然后 就是说 不管你在大自然中 或者在任何一个地方呢 就是步伐不要走的太快 那要注意一下身边这个美好的情境 我们常常人都会 在人生的这个过程中呢 步伐走的很快 然后望了身边 很多美好的一个意境跟空间 好 那我应用这个 这个胎王羊 它刚好有 那个婉约的一种美感 那 去经营这个 临终的一种情境的感觉 好 那我把这个 做一个 交错的一种美 那我们也会感受到 阻止它有一种刚进挺拔的意境 但是 黄羊呢 它也会形成一种很细腻 然后优雅的一种空间美学 好 那我现在在修了这一只黄羊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常常拿到的花财呢 它都是非常的纷乱的 那因为这些植物呢 它都生在那个崇山老林之中 然后很多经过很长的一个时间 所以拿到的这个花财呢 它都是很杂乱的 那我们一个学花的人 一个喜花的人 他必须要很费心的 很静心的去学习 把这个制裁呢 理到一个 一个相当的一个程度 跟一个清净度 好 那我在这个时间呢 给它做一个 有点交错的一种美感 好 那 各位阿博莎现在可以看到 我借由这个 黄羊 它形成一种空间的一个交错 那你会发觉 这种意境呢 更有一种很优势的一种 森林的感觉 好 好 那我接下来呢 我来用两朵的这个石壶兰 那各位都知道呢 我们有时候在大自然中行走 那你会在不经意中呢 就会看到 有一些很自然的山中的 那个 兰花呢 它就长在那个 山中的某一个角落 好 那我现在用这一个 石壶兰 它做它 这一个作品的 竹花的这个部分 好 好 好 然后我让这个 我让它两枝有点点集中的感觉 最后再加一个剑衫 斜颈的它的另外一个好处呢 就是呢 有时候 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个 剑衫 好 像我刚刚会发觉 我这个作品呢 这个花季本身它的宽度很宽 但是深度呢 会有一点点不够 所以我再后段 再加一个剑衫 然后我用了两枝的这个 石壶兰 做它的这个上段 好 那 接下来我来做下段的一个布局 好 那这也让各位 哦 不是要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插花的时候 要上段 中段 下段 三段的一个效果 好 那现在呢 在上段的部分 虽然 空间的美感很好了 但是下段呢 各位可以看到那个 整个 整个的那个 剑衫的部分 非常的空虚 好 那我现在来做下段剑衫的一个修饰 好 那现在我用的这个叫南柏 南柏呢 我们去表现好像下段 粒油油的这个森林的一个感觉 然后也把刚刚 我们 所做的一个定姿 定型呢 做一些修饰 那这个过程中呢 也可以增加整个作品的一个深度 好 然后我把这个 和做下段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应用 我们要适当的把这些 剑衫呢 稍微把它 补充起来 好 那各位 不知道可以看到我现在呢 用了一些柏 做了这个下段的这个部分 好 好 那接下来我来加一点点那个花的部分 呈现一个自然的一个山景呢 在下段的 点颈的小部分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们接下来来加一些些小花 好 好 那我今天选用了 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我手上有这样子 非常 明媚娇媚的这个花 这个花我们称为露莲 那露莲这个花呢 它在台湾的春天呢 特别特别的美 然后这个花呢 看起来虽然很纤细 很柔软 但是呢 它的那个耐度很好 有时候 那个花瓣 一半一半的 参参叠叠的 看起来好像纸的花一样 非常的有特色 而且 这种花看起来 就是很娇媚 可爱的感觉 所以 很多的 我们很多的雪花的同学都非常的喜欢 我们再欣赏一下 那它有的是粉红色的 浅粉 淡粉 深粉 各种颜色都有 那在台湾的春天呢 就是甚至有红色的 还有白色的 黄色的 各种颜色都有 好 那我们今天用粉红色的这个花呢 来做下段的这个 这个露莲的 一个表现 那把那个 春天的那种春意的感觉 春意盎然的感觉呢 表现出来 好 那不只在前段 那在后段的部分呢 我们也做一些些延伸 那露莲的这个花材呢 它唯一的一个 小小的缺点呢 就是它的那个姿梗 比较软 比较软 所以 我们有时候呢 要稍微把它上一下铁丝 像各位阿华普莎可以看到 我这个露莲就上了一下铁丝了 因为它 这个花很美 那它姿梗比较软一点点 所以你上上铁丝之后呢 它就会 比较 你可以插的时间就更久一点点 那我让它 这个作品呢 比较表现出 像我们刚刚谈到的 欧阳真的春盘布里面的那种感觉 也就是百惠真心 因为春天呢 刚刚一年的开始的时候呢 那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一个 春意盎然的一个深意的感觉 好那我接下来呢 我修饰它的下段 我用一些绿色的这个植物 这个鱼尾山酥 这个山酥叶来做一点修饰 那我们就会发觉鱼尾山酥的 它的这个颜色的一种翠绿呢 跟 活的一种颜色之间呢 互相的搭配起来 非常的 非常的有特色 我们把它加一点点的这个 鱼尾山酥 好 那这个鱼尾山酥加下去之后 它的颜色上 还有那个效果上 因为虽然一样是绿色的 绿色的植物 但是呢 它会产生出不同的一个效果跟感觉 好那 可以看到我旁边插的这个 我们称为 深山鹰 那深山鹰这个小花呢 它也是 很适合做下段的点颈的作用 而且因为白色呢 在色彩学里面 它算是一个高明度的一个颜色 而且它这个花呢 白里透红 那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点颈 然后 那你在看整件作品的时候 可以赏心愿勿 那虽然中华花仪 它不是说一定要 市面可以观赏 不过如果说 你可以做到 让它 像各位阿卜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从各个角度里面去把这个深山鹰 然后长长短短的做一些搭配 就好像有一点那个春天到了 然后百花盛开 然后从那个 那个地底下 这样子 所有的花都很有深意盎然的往上生长 因为 我们知道呢 在冬至的时候 我们讲说天地之间的气 刚刚就是在冬天的时候 就是天地之间的气 比较不焦 所以万物停止生长 但是到了春天以后呢 天气呢 跟地气之间相焦 所以 万物就 充满的蓬勃的生机 所以 结井花 带给我们一种 非常愉快的一个深意盎然的一种感觉 那我们把这一件 那个 斜井花给插起来的 好 那这件作品呢 我们以斜井为助轴 斜井为助轴 然后 插座在一个 很幽静的 很深邃的一个 大自然中 然后 虽然说 如花开无人 但是自然的水流发放的一种意境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 这一件作品呢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全面有一个这个 君瑶的一个 现代创作陶 那我都常常感觉到 做一个花艺创作者呢 他必须 要能够大胆的 而且多元的 去做一些尝试创作 然后也能够去接受一些新的事物 新的现代的陶艺家的一些作品 这样才不会让 中华花一直 局限在古典中 我们要怎么样穿越古今 那从古典中创新 那走到现代的这个空间 因为我们会发觉 如果我们的陶 一直在创作的过程中 都是古典的意象的话呢 它会比较没有新意 那做一个花艺家呢 他在做一个创作的时候也是一样 如果说他一直用古典的花旗为主轴的话呢 那有时候就 比较没有办法突破 而且慢慢的也会跟这个 社会上没有办法脱节 那我们一定要保留住古典文化的这个元素 但是呢 也要从传统中创新 像各位阿巴菩萨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右舍 它是所谓的菌瑶 那菌瑶的色彩呢 很多人很喜欢 因为菌瑶呢 它会呈现一种那个 像彩霞晚霞的一种色彩 就是这种紫色的 紫罗兰的颜色 紫葡萄的这个颜色 所以它会受到很多现代年轻人的喜欢 所以我觉得 掌握时代的脉络 然后 将这个艺术能够 落实到很多人的身边 那这个是 一个艺术家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今天呢 我们本来想 希望是用枫叶来做一个创作 但是 这两天采的这个枫叶呢 哇 经过这个 这个外面的雨在稍微凌落一下下 这个枫叶都落光了 不过我们也常常会感受到一句话就是 繁华落尽见真存 因为各位阿巴菩萨可以看到 这一枝的枫叶呢 它的叶子全部落掉了 但是呢 各位爱华菩萨不知来没有感受到 在这个枫叶的尾端呢 它新的生命 正在叙事在发 我们先把它做一个折枝 因为这一支枫叶呢 它非常的 我一握在手上就觉得它好有生意 而且很有力 好 我先把它折一下下 因为我希望它是用平粗的角度 这样出去的 因为这个花旗本身 它的这个孔洞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所以呢 我把它折一下枝 好 那我用20号的铁丝 20号的铁丝 然后我把它对折 好 对折 这个因为它不是太粗 所以 应该不要用到四折 因为有时候我们用到四折呢 会感觉整个那个 它本来很纤细的枝变成很粗 所以我用20号的铁丝 然后对折之后 各位 不知道可以看到 我这样对折之后呢 然后我把它放在上面 因为我要往下折 所以呢 我把铁丝放在它的这个下段 那支撑它的这一支铁丝 是20号的铁丝 然后呢 我们用一支22号的铁丝 把它做一个缠绕 我先绕好一下 再给各位爱华本菩萨可以一下下 好 譬如说我现在 用了这个 20号的铁丝呢 我先做的第一个动作是 把它支撑住 然后支撑住 然后我再用22号的铁丝呢 把它 先固定在我刚刚 有一个 剪折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上下呢 再把它 上下再把它 这样子固定一下下 就是分成三段的这样的一个固定 这样的一个固定 然后固定之后呢 我再加上一下吸水的tape 吸水的tape 吸水的tape 好 那各位阿华本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这边有这种 这个吸水的这个tape 这个tape呢 它可以帮助这个植物呢 在折的时候 产生一个韧度 这是第一个优点 那第二个优点呢 就是呢 它可以帮忙它吸水 可以帮忙它把那个水吸上来 我们有时候会发觉 有些 有些人会用那个 一般的塑胶的那个 电气布 那那个其实它对植物是 没有帮助 反而有伤害的 第一个就是说呢 它会影响到这个植物的 吸水 它的吸水会在 功能会在这个部分被 被切断的 所以它 这样子去插花的话 那个花呢 比较不耐 那我把这个 这个枫叶呢 擦 擦上了 但是呢 这一个花器呢 对于一个 陶毅家他在创作的时候 他可能比较 意境是以 擦很简单的一枝花为主而已 好 那我把它折过之后 我用平出的角度 这样子把它擦过去 这样子很简单的 一个枝头 虽然说 嗯 看起来好像是只有干枝 可是 您可以很细心的去观赏 它的 整个 树梢 尾梢的地方 尾端的地方 它刚好 它这边 每个地方都 一个新的生命 就是一个新的叶子 要准备要发芽 所以 有时候我看到这样的 情境的时候 会觉得特别的感动 好 那 我在 下端的地方呢 我来用一朵三茶花 其实今天这个三茶真的是好美 但是这个最主要是阿姨这个花器本身 它非常的 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因为它的洞很小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花器里面擦很多的花 好 那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擦很多的花呢 所以会产生一种 就是很独一绝对的一种美感 好 那我把这一支三茶呢 各位阿哈布莎可以看到呢 我再用一支铁丝 然后呢 然后呢 因为 它这一个花器本身的那个角度 嗯 比较 不是针对插画御用的 那所以它在 花材的使用上面 要有特别的一个技巧 否则的话就是要单独插一只花这样子 就好了 好 那我把它夹一只 这样的一个三茶 会让它 就是几乎是角度 比较大一点的角度把它折下来 好 我把它放进去 然后刚好应用 它的这个细致的地方 帮我做这个三茶的一个 一个固定 好 然后 然后 我在下段的地方呢 我用自然的三茶 再瘦一点点的这个鸡盘 好 再加一片的这个 三茶 好 看一下它这个鸡盘的这个 瘦的地方 那各位 爱花的菩萨可以看到 好 虽然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一个造型 那 但是呢 嗯 我们常常讲 就是说呢 在灌花赏花妆 我们说 一朵 两朵 三朵 四朵 那花开朵朵 那问君知否 那一片两片 三片 四片 片片掉落 那 你是否看见 所以在大自然的这个花开花谢中呢 很清新唯美的 当下的一颗心 然后 对于身边周遭的事物 是充满的珍惜 那充满的感动 充满的喜悦的 那这样人的心呢 就会特别的慈悲 特别的柔软 那 也让我们体悟到 繁华 落尽见真存的生命的意义 那愿此香花 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物化隆天 普遜众生 共入佛制 阿弥陀佛 梦 梦 林 梦 ik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护持正号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嘉义讲堂 举办八观灾戒 礼拜贤结千佛 现实共济护生法会 恭请战眼法师主法 日期2月23号星期日 上午9点 地点嘉义讲堂 地址嘉义市民权路422号 点的电话 嘉义讲堂 05-225-5888 嘉义中心 05-216-6700 经邀菩萨踊跃参加 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 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